今天要做糖果盒酒精炉的煮水测试 上次尝试用杯子灭火 但糖果盒的盖子让火无法灭掉 所以今天要先处理灭火的问题 去掉盖子就可以快速的用杯子灭火了 幸好用砖子就可以将铁片撬开 盖子很容易拿下来 将铁片再压回去 这样就处理好了 为了安全起见 一定要有个铁盘放在底下 以防酒精沸腾溢出酒精炉哦 放上糖果盒酒精炉 倒入20cc酒精 放酒精炉架 如果想知道酒精炉架的做法 可以参考资讯栏或说明栏的连结 点火 放上煮水杯 放上煮水杯 今天煮300cc的水 煮食 关灯 火焰无声又稳定的烧着 3分钟左右开始有泡泡了 但是水就以这种状态一直烧着 6分多钟了 拿掉杯子让火继续燃烧 测试20cc酒精可以烧多久 7分多钟 火仍然很旺 9分多钟时 火较小了 但仍持续烧着 这酒精炉的火 昏柔而且稳定 如果需要长时间喷煮食物 应该会很适合 13分56秒 火终于熄灭了 你喜欢这款酒精炉吗